刚才我们说过了 就是我们品牌的核心理论 就是抗衰老始于细胞健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一个细胞的结构图 大家看到了这个红色的区域 就是整个细胞 这个黄色的就是刚才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细胞核 然后这里面的一些 这些紫红色的物质 就是线粒体 其实我们细胞的线粒体 可不像这个示意图画的 就聊聊几个 因为线粒体在我们细胞里面 非常重要 所以细胞会根据 它的重要程度 线粒体的多幅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般普通细胞的 线粒体的个数在1000个左右 如果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胞 例如肝脏细胞 它的线粒体的个数 可以达到4000个 所以线粒体和细胞核 是整个细胞 包其中最重要的两种物质 因为刚才说到了 它含有我们遗传基因的密码DNA 那为什么说细胞很重要呢 如果把我们的人体 比作是一个高楼大厦的话呢 那细胞呢 它就是里面的每一片砖石 所以细胞是维持我们人体结构 和生理功能的一个最小单位 我们人体也是由一个一个细胞 堆积而成的细胞组成了器官 器官又组成了人体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体里 大约有40万亿到60万亿个细胞 那细胞健康 也就意味着我们人体健康 那我刚才呢 我们说到了细胞里的两个重要物质 今天我们来着重谈一下线粒体 首先呢 开始说一下什么是线粒体 大家看一下左边这张图呢 就是一个线粒体的示意图 它是一个长形的盒子 它在里面 这里都是遗传物质DNA 线粒体拥有遗传物质 DNA呢 就储存在这个线粒体里面 此外呢 线粒体它还是一个双层膜的结构 这里呢 这张图看的不是很清楚 它有内膜和外膜两层膜 然后为什么说线粒体重要 因为线粒体它为除了为细胞功能之外 它还参与了细胞分化 细胞凋亡的整个过程 它还可以调控细胞的生长 以及是细胞生长周期的能力 那线粒体 那大家可能会想问 那线粒体跟我们抗衰老 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里我们就要谈一下线粒体的作用了 线粒体的第一个作用 就是给细胞提供能量 如果说我们每天 人每天要经过上亿万次的生化反应 小到我们吃饭 吃饭工作 大到运动 甚至我们在睡眠中 我们都需要细胞能量的 那这些能量哪里来呢 这些能量就产次于线粒体 线粒体呢 也就像细胞的一个小型发电厂 它源源不断的给细胞提供能量 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线粒体它停止了工作 那细胞呢 这个细胞就基本上走向标王 如果说我们整个身体里 所有的细胞里面的线粒体 都停止了工作 那我们人体呢 也就走向了一个生命的终结 所以线粒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线粒体的作用呢 它可以修复细胞DNA 清除细胞内的自由基 那自由基呢 这个概念呢 可能最近几年都铺天盖地的 都在宣扬我们要清除自由基 我们要使用抗氧化剂 那其实都说自由基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产生自由基呢 那像可以说自由基 是在贯穿我们人体的生命 至始至终的 从生命的衣食到生命的终结 自由基呢都会在产生 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清除它的 那跟大家举个例子 像我们中学的物理里面学过 我们大气中的氧气含量呢 是21% 但是我通过我们的检验 我们呼出人体呼出的气体呢 氧气含量呢 只剩下13% 那剩余的8%的氧气去哪了 那8%的氧气就被我们限制起 拿来通过燃烧 给细胞提供能量了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经过 一系列的氧化反应 才能给细胞功能 那就是在这个反应的过程中 产生了自由基 所以自由基是一个氧化的产物 那只要我们人体有呼吸作用 那自由基就会一直产生 那可能就有人就会很惊慌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每天都产生自由基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但是出发到这儿就不得不惊叹 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生物体 那既然你在线粒体 它通过燃烧产生了自由基 那既然我让它产生了 我就一定要有办法帮它消灭 所以线粒体刚才说的 它有两层的膜 它的内膜呢 就有一个功能 是它的内膜可以中和细胞里面的自由基 就是说当我去燃烧功能的时候 产生了自由基 那我的内膜就可以帮你把这自由基给消灭掉 不让它再去危害你的 让它去攻击你的其他细胞 攻击你的蛋白质 所以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线粒体的功 如果线粒体是正常起作用的话 我们是不用担心自由基对我们人体造成伤害的 所以通过这两个功能 我们就能看出线粒体对生命活动是至关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衰老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谈衰老了 那为什么人类会衰老 那科学研究就证实 正是因为线粒体功能的下降 导致了我们的衰老 所以这个结论很容易推倒我们刚才上面两个例子 刚才说线粒体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什么 是给你提供能量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解释 为什么当你免老了之后 你会觉得乏力 就是第一个感应 感觉就是力不从心了 你不再像20岁的时候那样精力活力满满 正是因为原因就是你线粒体的功能下降了 所以它给你燃烧 它给你提供的能量在逐渐逐渐的减少 所以这也就是你的精力会逐渐逐渐下降的原因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说线粒体它可以去消灭细胞内的自由基 可以修复我们的DNA 但是随着线粒体功能的下降 线粒体的内膜慢慢的 它没有办法去清除它产生的自由基 这就让一部分的自由基呢 它就逃离了我们的细胞膜 逃游离出来了 当自由基 大量的自由基在身体里面游离的时候呢 它会攻击我们的正常细胞 因为自由基呢 它是一个呢 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物质 它是一个缺少了一个电子的物质 所以它要是想让自己稳定 它只有一个方法 它去掠夺 它去掠夺正常细胞里面的电子 所以如果大量的自由基 它同时去 它去同时去攻击你的正常的人体细胞 那你的人体细胞呢 也会就变成了自由基 因为它的电子会被自由基夺走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 就好像我们以前看的那些科幻片 会有一些 Zombie就是那种叫僵尸 当一个僵尸去咬了一个正常的人 然后那个正常的人也会变成僵尸 然后它会再去攻击正常的人 自由基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不可逆的面式反应 自由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当大量的自由基去攻击我们的正常细胞 如果它攻击你的肝脏细胞 你就会在得肝部的问题 如果它去攻击你的肺部细胞 你就会得胃炎胃部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疾病 是我们衰老了以后才会得的 像例如像癌症 最典型的像癌症 还有一些心血管的问题 糖尿病 还有一些关节的问题 这些都是一些老年病 很少听说有些小孩子会得一些三高问题 会得心血管问题 为什么孩子不会得这些问题 因为小孩子 年轻人他们有非常健康的限力体功能 健康的限力体功能 他可以保护他不受这些物质的攻击 所以线力体的功能下降 才是我们衰老的重要原因 那大家就会想问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恢复线力体的功能呢 那科学实验证明 NAD加的减少 正是线力体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又找到一个原因了 线力体不好 是因为NAD加的减少 那补充NAD加 就可以让我们线力体重回年轻状态 那这里引出来了另一个概念 什么是NAD加 NAD加呢 它其实呢 就是一种脱青霉的腐霉 我们也习惯的把它称为腐霉一号 其实因为我们人体每天都进行很多的生化反应 这些生化反应里面都会需要一些大大小小的腐霉去参与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也有很多种的腐霉 但是从名字里面我们就能看到 科学家对NAD加是多么的重视 他把它命名为腐霉一号 它是人体中所有参与代谢 参与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中的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它是个No.1 那这个NAD加呢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发现 早在1905年 就是116年前 科学家就发现了NAD加的存在 而且曾经有七位在此领域研究的科学家呢 他获得了诺贝尔的医学奖 化学奖 生物学奖等等 所以NAD加呢 是一直被科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 科学研究发现呢 随着我们人类年龄的不断增长 NAD加在我们人体中的含量水平是在几句下降的 平均20年会下降 四分之一 所以如果说我们40岁的年纪 大约是儿童时期的四分之一含量 如果说你是已经80岁了 那NAD加的含量更是少的可年 只有16%了 所以补充NAD加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NAD加呢 那的下降也导致了线力体功能的下降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被认为是人类衰老的根源之一 也是导致很多疾病的主要原因 并且呢 如果缺少了NAD加呢 它还会导致我们的细胞核 和我们的线力体之间的一些物质传输出现障碍 所以NAD加是非常重要 但是很可惜的是 它会不断不断的再减少 那既然要既然再减少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们需要补充NAD加 那怎么样补充NAD加呢 给了一个结论 在目前补充NAD加最有效的方式是口服NMN 那看到这里 伙伴们可能又有疑问了 你刚才有说补充NAD加是让我们抗衰老的 为什么现在又变成了NMN 那就是因为呢 这个NAD加呢 它的分子量非常的大 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靠直接口服达到一个补充的目的的 那如果说 你想直接补充NAD加只有一个方式 经过注射 经脉注射 直接打进去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 是我们不可能每天去医院去挂一针 打一针 这个是没有办法向大众推广的 好在呢 我们的科学家呢 他一直没有 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摸索的脚步 所以在 所以我们又发现了一种物质 就是叫NMN NMN呢 它是NAD加的一种补充前提 那前提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服用了NMN 它进入我们人体后 它可以转化成NAD加 从而提高NAD加的水平 这就好像 如果说一条山 一座大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们没有办法 打通山体的话 那我们可以建一个盘山公路 就相当于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无法直接口服NAD加 那我们就通过口服NMN 达到这样的目的 走一个曲线救国道路 而且这个NMN呢 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外来物质 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内含的一种营养物质 像比如我们妈妈的母乳中含有NMN 还有一些食物中也含有 像爱吃的毛豆呀 西兰花 黄瓜 鳄梨 也就是牛油果 圆白菜 番茄中都含有 但是呢 它的含量非常的少 所以呢 这也 这一点呢 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膳食 现在的科技哈 给我们发明了膳食补充剂 我们可以用小小的一片 小小的一片 颗粒一片胶囊 就代替了我们去吃几十斤的水果 蔬菜的这个含量哈 那 那理论上 理论上的东西呢 大概就讲完了 我帮大家再捋一下哈 就捋一下这个逻辑线 就是说 因为我们人体呢 是有细胞组成的 所以细胞对人体至关重要 细胞健康了 也就意味着人体健康了 然后细胞你们呢 有一个重要的物质 叫做线粒体哈 线粒体对我们生命至关重要 它给我们提供能量 它帮我们清除自由基 想要线粒体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就要给线粒体提供 NAD加这个物质 就可以让它保持它的一个活力 但是NAD加这个物质呢 我们又没有办法 直接通过口服获得 所以我们需要NMN 所以这一条逻辑线就是 当我们口服了NMN以后 我们可以让细胞健康起来 这也正是Kalorie的核心理论 抗衰老使于细胞健康 那我们理论上说完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Kalorie的四款产品 第一个呢 也是 是 是